烏克蘭刮中共一巴 學者問習近平是否學到教訓? 拜登習近平密談遇3小時 說了些什麼?專家解讀 亞洲七人籃球賽 吳波願榮光歸香港為港隊國歌 港府強烈不滿抗議 香港為港府強烈不滿抗議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王勇 今天是11月15日星期二 下面是詳細內容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中共就站在俄羅斯的一邊 就變相推昔日的拍檔烏克蘭 埋台灣的堆 據《BBC烏克蘭版》11月12日報導 烏克蘭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 兼有台小組主席梅烈日科透露 中共駐烏克蘭大使 最近邀約他到大使館談談 討論有關台灣的事 但是梅烈日科直接拒絕 BBC這篇報導 最早在烏克蘭國會議員 組團訪問台灣之後 烏克蘭台灣和中共的三國關係 在報導裡 梅烈日科透露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的3月 烏克蘭國會議員 曾經希望同一位 中共駐烏克蘭大使會面 向中共請求援助 但是這位中共大使 就不見他們 梅烈日科原本對中共的立場是持平的 但是中共在這場戰爭的態度 就大大改變他的看法 也因此 在中共大使約他談台灣問題的時候 梅烈日科就立即拒絕 他表示 有人主張不要和台灣發展關係 不要提新疆人權議題 避免激怒中共 這完全是錯的 唯一令中共不敢軍事援助俄羅斯的原因 是怕美國的制裁 以及怕失去歐洲市場 梅烈日科說 俄羅斯、中共、伊朗 都正在試圖破壞世界民主秩序 因此我們必須有反應 一場俄烏戰爭 改變了國際政治版圖 另外 中共大使 在3月不肯見烏克蘭官員 11月就希望和梅烈日科會面 這個變化 應該也和俄羅斯軍隊 在烏克蘭不斷敗退有關 特別是最近 俄軍撤出了克爾松市 這是俄烏戰爭以來 又一重大標誌性事件 克爾松 是戰爭爆發以來 俄羅斯唯一控制的地區首府 現在俄軍失去 這個幾乎是唯一勝利的果實後 就連有普京大佬之稱的 俄羅斯政治理論家 杜金也發怒 據英國多家媒體報導 杜金在Telegram網站群組發表文章說 俄軍棄手克爾松 每個真正的俄羅斯人 現在都應該對戰爭局勢感到悲痛和咬牙切齒 杜金甚至指出 一個獲得絕對權力的統治者 有責任獨自拯救自己的國家 否則將會面臨與中之王的命運 杜金在這裡 引用了英國人類學家 尖武施弗雷澤 在《金之一》書裡記錄的一個故事 有一位國王 在大罕的時候 不能夠祈求降雨 結果被神民殺死 杜金的意思似乎是暗示普京 必須為戰敗承擔責任 時事評論人士周曉輝 在《大紀元》發表文章說 俄羅斯軍方人士 與普京的分歧越來越大之後 杜金也表露出明顯的憤怒 周曉輝分析說 杜金是普京的親信 直接影響了普京兼聘克里米亞 對烏克蘭開戰 以及干預2016年美國大選的決策 杜金公開背叛普京 令外界很詫異 俄羅斯內部是否因此發生變動 以及普京能不能在反對聲中 繼續掌控權力 非常值得觀察 周曉輝認為 杜金對普京的背叛 亦是給北京一個警號 一個高度集權者的身邊 是沒有絕對忠臣的 任何今日的忠臣 都可能成為明日的背叛者 如果說杜金和普京之間 還存在某種共同的理念 那麼習近平和他所謂的忠臣之間 就只是存在利益的交換和利用 當撤身利益受損害的時候 習近平的忠臣未必會像杜金 深感、公開背叛 更可能在暗中作亂 或者直接倒戈 而這正是集權者的宿命 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以來 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 首次面對面會談 在印尼巴里島當地時間 14日下午5點半 在莫里亞酒店登場 雙方致辭的時候都強調 要管理期見和避免衝突 發生社報導說 習近平表示 世界期待中國和美國 妥善處理雙方關係 拜登就說 他要尋求管理我們的期見 避免競爭演變為衝突 兩人短暫交談之後 在當地時間5點41分左右 正式開始閉門會談 截至當地時間晚上8點48分結束 過程長達3小時 之後拜登預定在晚上9點半 召開記者會 拜登13日在柬埔寨金邊鄉記者表示 我們幾乎沒有誤解 只是我們必須搞清楚 紅線在哪裡 在未來兩年內 哪些議題對我們來說最重要 資深正經評論家吳嘉隆向本臺表示 拜登的重點是 邀勸了習近平發動戰爭 因為習近平上任以來 就著手準備對台灣開戰 包括儲備大量石油 也包括將軍事工業產業的人 派到地方去做省委書記或行政首長 以被將來軍事補給方面比較熟悉 也包括很多人員調動 比如說高幹子弟當兵的地點 都由福建浙江向內設 高幹在浙江福建一帶的房屋 很多都清拆了 還有很多跡象 所以美國會認真和習近平說戰爭的問題 思想坦克的專欄作家趙軍錫表示 習近平已經是大權獨立 中共海空軍裡 也沒有人能提醒他 軍隊還沒有準備好 而在外部 美國也已經看到一些跡象 中共、伊朗、北韓、俄羅斯 越來越動作多多 而且萬一普京在這邊撐不住 習近平可能就唯有自己做一些大動作 拜登就是為了防止這件事 所以才跟習近平說要畫紅線 吳家龍指出 中共對台灣發動跨海作戰的難度很大 所以有可能支持北韓對南韓發動戰爭 有人提出這個說法 說中共的如意算盤 是朝鮮半島如果能贏的話 那麼台灣就不戰異航 如果不能贏的話 起碼就將美日韓一些兵力 和注意力吸引過來 到時對台灣可能就可以發動特襲 勝算比較大 另一個就是中印邊界 趙軍錫就認為 先對南韓發起攻擊的可能性不大 因為南韓是美國的條約盟邦 這就等於直接攻擊美國 台灣還有一個戰略模糊的問題 但是那邊沒有任何戰略模糊的問題 而且連日本的集體自衛權也有可能解禁 中共先對印度動武的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這就會令美日印澳四方會談加速 吳家龍認為 中美高峰會可能會起到緩和作用 目前雙方以阻止戰爭爆發為主要目的 所以估計說不定會有一些壓力和交易 11月13日 在南韓人村舉行的 亞洲七人籃球系列賽第二站 香港對南韓的決賽 主辦單位在播放國歌環節的時候 並沒有播放香港隊的中共國歌 而勇軍進行曲 而是不播反送中運動代表歌曲 《願榮光歸香港》 引起香港政府的強烈不滿 據鏡周刊報導 主辦單位在播放完《榮光歸香港》的時候 畫面還拍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飄揚 14日凌晨2點 香港政府緊急發聲明抗議 說主辦機構播放了一首和2019年 《黑暴浪潮》和港獨示威有密切關聯的歌曲 應該播放中國國歌 特區政府對此表示抗議和強烈不滿 同時要求香港籃球總會嚴正處理 香港籃球總會強調 向主辦單位提供的是中共國歌檔案 而主辦機構就解釋說 因為當地主辦機構一名初級人員的人為錯誤所導致 而在賽事完畢之後 在場館內即時公開道歉 據報導 香港籃球代表隊 在這場引發政治風波的決賽中 最喜歡19比12 擊敗東道主南韓隊 在香港贏得冠軍之後的頒獎典禮 主辦單位播放中共國歌 並刪除了之前的直播片段 加入中共國歌版本的畫面 另外 香港政府已經譴責香港籃球總會 確保香港籃球代表隊 參加月底在杜拜舉行的 亞洲七人籃球系列賽第三站的賽事 不會有同樣情況發生 中國大陸連續四天 單日新增感染人數過萬宗 十三日達到今年四月份以來的最高紀錄 一萬六千零七十二宗 其中重災區廣州 以四千五百四十一宗新增病例最為嚴重 海豬區由十一月五日宣布封控之後 有兩度延長靜密期至十六日午夜 持續的封控導致物資缺乏 民生艱難 一些商家也趁機會抬高物價 十三日有網友反映 海豬區的龍潭村西邊防疫人員賣高價送菜 海豬區居民羅先生向本臺表示 肯定貴啦 但你現在沒辦法 他一封了之後 街市不開給你 便利店也不開 超市也不多 送菜供應有限 其次連車也不能進來 就算進來 出去馬上變紅馬 然後居家隔離 商家的成本就增加了 十三日白雲區蔡田村被封控的老百姓 沒有飯吃開始抗議 羅先生說 吃又沒得吃 買又買不到 封了這麼長時間 肯定不行 然後你當地的食物又供應不到 肯定會出事的 日前 中共推出了防疫二十條 要更科學精準 做疫情防控等工作 但地方就似乎更嚴謹 無故延期封控 14日白雲區軍和街道 一間旅館的工作人員 向本臺表示 我們這裡還被封 我們2日就開始了 現在都出不去 日前推特月 傳一份來自中共中央網信辦發出的消息 內容說 為了切實做好網上輿論應急保障工作 此月14日8點至20日8點 全國網信系統 啟動加強級互聯網應急響應 請按照網絡信息安全應急響應相關要求 做好各項工作 期間如果工作需要 將會適時調整應急響應級別 或延長應急響應時間 有關消息引發網民熱議揣測 討論中共不知道會有什麼動作 是什麼原因發出這樣的消息 有網民就猜測說 難道跟網絡謠傳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去世有關 還有網民說 百度的朋友接到通知 說做好App關閉準備 內容全部變關閉 展示環額廣告全部停 不知道有什麼大事 上述中共網信辦原來的推文 已經被移除 但仍然有網民分析說 文件不像是假的 就算是造假 也是見過真的的人做 正常情況下 應急預警會用顏色標註等級 應急響應會用羅馬數字標註等級 但文件裡面描述的執行範圍 和指揮部直接下發 基本可以斷定是最高級別的一級響應 好奇是什麼事呢? 應該和封控有關 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 在今天的節目提到 有觀點認為 杜金對普京的背叛 也是給北京的一個警號 當撤身利益受損害時 習近平的忠臣 未必會像杜金般公開背叛 更有可能暗中作亂 或直接倒戈 觀眾朋友 你又怎麼看呢?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請看